台湾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 在访问华盛顿时表示 民进党已经做好再度执政的准备 蔡英文说 民进党从早年革命家一样的作风 到执政后面临诸多现实考验 在2008年曾跌倒过 但民进党已经恢复元气 并做好准备再度执政 民进党的前台湾总统陈水扁 因受贿案在2008年被判刑 10月13日台湾高等法院 更是对陈水扁金改案进行二度审判 以贪污罪洗钱罪判刑18年 蔡英文要挑战马英九 势必要面对陈水扁执政时期的贪腐记录 摆脱陈水扁给民进党留下的阴影 另外曾经认为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的蔡英文 今日首次公开表示 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有分析人士认为 蔡英文这样做是为了选举需要 这个先用后期反复无偿的手段 与陈水扁选举时如出一辙 蔡英文和陈水扁的竞选策略 到底有何一同 在未来的竞选过程中 蔡英文又会如何对待陈水扁问题呢 请锁定美国之音焦点对话 欢迎回来 我们现在就谈谈这个蔡英文 刚才这个我们这个片子里谈到 也实际上就是昨天啊 台湾高等法院就是宣判 陈水扁是被判处18年的徒刑 实际上在蔡英文刚刚宣布要竞选以后 台湾的舆论对他分析 对他就认为蔡英文最大的挑战 就是如何让民进党 还有他本人走出陈水扁的阴影 刚才我们这个片子提到 他表示说现在民进党已经 08年我们摔倒了 我们现在已经站起来了 民进党现在真的站起来了吗 傅先生先说 当然民进党现在的状况 当然比陈水扁在台上的时候 要有所改善了 比如说在立法院的这个 后来经过选举地方各县市都有成长 这个是不争的事实 回过来一句话 还是马英就领导无能了 这个是他的立地学大大的有问题 是吧 这个要我来做也会比他好 我相信 这个蔡英文的问题 他讲什么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台湾中华民国 这个老实讲 一点不错 这根本是选举语言 他内心深处 他终极的目标 需要台湾独立 这个是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余地的 他不会认同中华民国的 这很简单一句话 这只是为了选举争取所谓这个中间选民的一些选票 甚至于浅蓝的一些选票 的一种策略性的运用 那跟这个陈世平以前说的天花乱醉 他上来不是在这个当选这个就职演说 四不一没有吗 后来完全推翻了 这个蔡英文他就是李登辉那个 这个两国论的这个mastermind 他是一个主模 他是幕后策划 并不是李登辉搞出的 李登辉叫他去研究这个问题 1999年这个7月9号 他接受德国之声 不是推出这个两国论吗 那陈世平上台以后 不是在这个台南的一个 这个中国春节的这个场合 讲这个一边一国吗 这都是一脉相承的嘛 蔡英文他不会跳出这个扩咎 这是不可能改变的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 有一次我跟这个已经顾世的 这个李建民大使 谈起这个台湾的政治人物 他突然提到这个英文蔡 蔡英文 他说 That little woman Don't underestimate her 说你不要低估她 She's a very determined 台湾independence advocate 所以美国人 我不是说美国人都高明 他看穿她 非常的清楚 这没什么好争议的 他终极的目的就是要台湾独立 台湾独立 我并不觉得是洪水猛兽 对我来说 但是从中国大陆的观点 那当然是绝对不能接受 是不是 那可能是为台湾带来灾难 他如果他真正能够达到台湾独立 我会举双手为他庆贺 问题是达不到啊 是不是 我觉得傅先生刚刚提到 就是说这个两国论 好像是洪水猛兽 可是如果觉得今天 没有没有 我不是这么讲 他是说北京把他视作洪水猛兽 不是我讲的 那就是如果觉得 不管是从谁的观点 就从台湾人今天 他在台湾选举 如果是从台湾人的观点来讲 讲台湾是个主权独立国家 或是中华民国是个主权独立国家 有什么错呢 你如果不是个主权独立国家 你选什么总统呢 你就是个地方政府 他自相矛盾嘛 他不是讲台湾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吗 从蔡英文的观点 或者是从独派早期的观点 确实对他们来说 中华民国是个在中国内战 被打败的政府 跑到台湾来的 早期的台湾一辈 是这样子看待他们 他们觉得他的家园 被一个从外来 被打败的政府占领了 当然从国民党的角度来说 是他们解放了台湾 解救了台湾 因为打败日本 把台湾从日本的残暴的统治当中解放出来 双方有不同的史观的 在台湾这个地方 我记得赖森川拍了一部电影 叫做《暗恋桃花园》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这个电影 是在讲说两个剧团 有一天发觉他们彩排 重叠了 必须在同一个舞台上去演戏 那没办法 最后谁也不让 就只好把舞台切一半 你演你的 我演我的 你演你的现代剧 我演我的古代剧 这边演的想回台湾 这边演的桃花园 想回到桃花园的古代的天堂 其实某方面来讲 也就是现在的台湾岛 你从大陆来的人 也住在这个地方了 原来被日本占领 然后现在留下来的 这些台湾人 也住在台湾这个地方 大家共同在一个舞台上面 两个人要演不同的戏 那怎么办呢 你到最后就发觉说 不管你演哪一齣戏 你能够活的空间就在这一块上面 所以我觉得蔡英文 其实她讲出来的是一个现实 那当然对民进党来说 这是一个进步 就是从她早年认为 这个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 台湾前途决议文 认为说这个 他们当时是包容中华民国 因为他必须要参选 要为自己的参加选举 不走这个革命路线 找出一个正当合理的一个理由 所以他们决议就说 既然决定参选 不把推翻这个中华民国政府 作为一个革命手段 那当然现在来讲 你已经经过了那么多次的总统选举了 已经是体制的一部分了 所以对他来说 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并没有冲突 我觉得这个部分 他一讲出来 这个所谓的独派大佬 孤宽敏马上也最近在这个报上登广告 批评他 所以我们看到马英九跟蔡英文 其实都在向中间靠拢 为什么 因为这两个人都想当选 你在台湾你要选上的话 你就必须是符合中间大多数人 选民的心声 你必须要回应他们的需求 那这方面我们看到 统派的独派的大佬 都对这两个人有意见 因为这两个人 当你如果坚持在这两个 这个光环的这个极端的时候 你在台湾的这个选举上 你就不可能得到多数人的认同 我想接着您这个话题谈到 就是台湾的就是 你刚才这个比喻 在一个分开两半舞台上 个人表演个人的戏 我最近看到一个报道 是台湾的一个高级官员苏起 好像是国府资政 他在华盛顿表示 他说我觉得台湾很不幸的 被统和独两个极端绑架 一部分人被统绑架 一部分人被独绑架 可是实际上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两岸关系 很多是跟统独没有相关的 所以统独问题绑架了 我们几乎全部的政治生活 绑架了我们两岸关系 如何评论苏起的这一番话 这个话不尽正确 台湾之所以有这些纷争 就是因为统独的问题 不能够得到一个解决 不能得到一个共同的 一个common ground 一个共同点 你假如说在这个统独的问题 无论是休战也好 或者是取得某一种共识 台英文不是强调台湾共识吗 假如说所谓台湾共识 能够在统独上有一个共识的话 那很多的纷争 不能说不存在 存在但是可以不必去谈它了 是不是 所以对于苏起 苏起究竟也是台湾出生的 他的历史观很浅的了 这个真的真的 马英九这些人都是一样的 他们这个世代都是一样的 我跟你说一件事 苏起当年 克伦比亚拿到这个博士学位 他曾经跟我有过一次谈话 他说他要回台湾 我说那是台湾的政治环境 这已经25年以前的事情了 还很不稳定了 我说你何不在美国走 这个学术的路线或者怎么样 他书也念得很好嘛 克伦比亚的PhD 有研究苏联的问题 那他说不行 我必须得回去 台湾是我们的家园 我有这个很深的情感 所以从他这个话里面 就可以看出来 他不是像我这种四海为家的 我们听听曹女生怎么看 对对对对 台湾出来的人爱台湾有什么不好 基本上我觉得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 我没有说爱台湾不好 我只是说境界太小 境界太小 所以做不出大事来 做不出大事来 这些人看到的是国际 而不光只是整个中国的 因为他不在中国生活 他当然不可能有中国的生活经验跟史观 这个perspective这个vision太小了 但是我觉得统独在台湾 刚刚第一我同意傅先生说 它毕竟是个问题 所以到现在才会继续在这个政治上舞台上存在 但是某方面来讲 我们觉得这也是台湾的一个进步 因为为什么在解研之前 讲台独是会被判刑的 当时来讲的话 他根本连言论自由都没有 那到今天 居然可以成为政党一个选举的政见 表示说在台湾 基本上这个问题 所有的能量都已经被释放出来 我个人是比较乐观的是说 在一个民主社会里面的话 当你所有的声音都出来之后 这个选举 这个民主的选举过程 会成为一个自动矫正的一个机制 它会让大家在这个选举当中 把你自己所有的热情 你的理念 你的所有的期待都释放出来之后 大家在这个舞台上共同的交流 然后最后一定会找出一个大多数人 就像刚刚讲了 已经有人开始对同独感到厌倦了 我们已经辩论了很多年了 那么有没有一天会走到 大家觉得说 我们厌倦了这个辩论 所以我们大家找出一个共识来 可是这个共识不光只是台湾能够解决 因为统独这场游戏里面 还有中共还有美国 国际因素在里面 不是台湾自己愿意就可以怎么走 还有十秒钟的时间 时间最后一个问题 有一种说法就是 美国其实最希望台海两岸维持这样的现状 这样最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有很多人这样说 两位同意这种说法 我基本上看她是分而治者 我想目前来讲 显然美国也认为 这个现在是符合她的现状 是她的利益 好了 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交点对话就到这里结束了 非常感谢曹玉芬和福建中 两位嘉宾参加今天的节目 通向美中大事 锁定美国之音 我是林森 下星期五交点对话节目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